大家在引拍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很多球友呢 转的时机不对 我打个比方啊 大家看我 你先别发 这时候我是不是放松的 好 那来海哥你一发球 然后他先转了腕子再去触了球 你看一引拍转了腕子去触了球 所以相当于什么呢 转早了 那天我说发球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他一挥拍他就动腕了 然后他在右前方触球的时候 实际他是没有腕部动作了 其实就是跟没转一样 对 第二种就是转腕了 比如说啊 你看我们应该在触球这一下转腕子 对不对 但是他是什么呢 触球完再去转 那相当于你这个时机没把握住 你看碰完球 才开始转腕 其实就是什么呢 要在触球这一下 一定要找准时机 因为时机也是很重要的 就我们在触球这一瞬间 哎 触球这一瞬间 不要转早 也不要转晚 好不好 还跟你站对面 嗯 你给我搓过来 大家看一下啊 我发球 你搓我正手 你就放弄就行 嗯 大家看一下啊 什么叫 反手就行 什么叫特别关键触球呢 这一瞬间 我给大家说我什么时候转的 你们看一下这节拍啊 放松 转腕 嗯 就是摩擦嘛 来一看 放松 转腕 就是球拍碰球这一下 转 转 再来 转 哎 不好意思 没事 这是我的 来 转 你什么时候拍子碰到球了 什么时候手腕给反应 不能转早 不能转晚 有些球友就转的太早了 就是转到恰到好处是最好 就是用上 就是真正把它用在我们出手这一瞬间 我认为这个是最关键的 手持手腕的用力 因为咱们很多球友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时机没找好 其实就是你看海格戳过来这球 你看 转 我这个转字跟我他摩擦这一下 他俩是同时进行的 你看 转 大家再看啊 直板也是 转 转 转 攻球是不需要转的 拉球是需要转的 上拳球的摩擦 转动的 没有下拳球这么大 啊 没有下拳球这么大 所以你得转起来 那么前冲弧弦球 跟高调弧弦球的转动方向 是不一样的 你看啊 比如说现在 我发球 我发一个特别转的 海格戳过来 为什么他很转呢 是因为他借了我的旋转 对 对不对 所以他帮一加转 他一抢到这个点 过来这球 他就很转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弧弦球摩擦 就不一样了 我一会给大家从 我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区别啊 那比如说啊 你现在发一个特别转的 我给大家模拟一下 大家就看手指手腕啊 特别转的 因为对方过来的球 也会很转 所以这个时候 你更注重的是摩擦 对不对 摩擦得占七 撞击得占三 为什么说呢 摩擦一定会大于撞击 因为这球 他挫过来的球 可能他借着你的旋转 他更转 更低 更急 那我们就不能什么呢 我发完这番球 我暴冲 是不是 我们发完球这番暴冲 比如说你发的特别转 他过来你 那我们就吃自己的旋转了 球友们 那如果说 现在你发的是不转 或者是侧上 对方一撮过来 他不是很转 这个时候你的摩擦 应该是向前的多 所以很多球友是什么 我们在处理 不管是接发球的旋转 还是我发球抢攻的旋转 你按照一个摩擦用力方向 比如说 都是过多的向上 然后你就只能处理 特别转的球 对方戳过来很转 我能对上点 对方戳过来 半转不转 我就拉出戒 球友们 是不是深有体会 是 然后有些球友 就帮帮 就是撞击 就往前 就往前 你会发现 对方戳过来 半转不转 发过来 弱下旋 我是能拉上 一旦对方 加转 几场 我就开始下网了 深有体会 是不是 球友们 对方戳 对方戳